香港警方国安处本周证实 已经拘捕了多名香港支联会的领袖 指控他们没有依照警方的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遭到逮捕的香港支联会领袖 包括副主席邹幸彤、常委梁景威、邓岳君和陈多伟 截止到目前支联会所有副主席以及以上的领袖 以及大部分的常委都已经被逮捕 香港支联会的境况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于香港自治的担忧 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和驻国会记者李怡华 分别从行政和立法的角度来谈谈美国方面对于香港现状的关注和举措 欢迎二位 是 平常你好 你好 可乐 怡华我们看到如今这个国安法整肃的大棒 可以说是已经重重地打在了香港支联会的身上 那么对此国会方面作何表态 是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国会的参众两院呢 事实上还是处在这个休会的状态 还有议员们要到下个星期才会返回华盛顿 不过呢 我们也知道香港呢 一直以来可以说是国会两党相当重视的一个议题之一 那么在这个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香港支联会的这个领袖呢 遭到香港警方逮捕的消息传出之后呢 参众两院的这个两党的领袖呢 也是纷纷地发表了声明和一些表达他们的关注 那么其中呢我们可以先来看到的是这个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 同时他也是来自这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 梅嫩德斯参议员他在他的推特上呢 就已经发出了对于这个香港支联会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声明 那他是谈到说当美国正在准备民主峰会的同时 也不能够忘记对于香港人民的承诺 那么梅嫩德斯还谈到说这个香港人民 现在正面临了北京的这种超级民族主义 还有残暴的打压 因此他谈到说他也最后提醒说呢 这个北京的作为呢是不能够没有后果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共和党方面呢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呢 也在他的推特上针对这个支联会的主领袖 遭到逮捕的情况做出了回应 那么他是表示说这个共产中国持续的打压一己 那么威胁了香港人民的自由 那么斯科特谈到说这个捍卫民主并不是犯罪 那么他也呼吁香港政府能够尽快撤销 对这些这个民主活动人士的这个逮捕 以及这个指控 那么可以看得出来 即使处在这个国会的休会状态呢 两党的议员还是对于香港的这种事态的发展 相当的关注 我想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支联会这个团体的特殊性 那么耀夜我知道你曾经是多次的采访 香港支联会的成员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组织 它如今为什么会成为香港国安法 实施以来香港当局重点整肃的对象 这个支联会它的全名呢 其实是叫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那么它是在这个1989年的 在664的时候呢 所成立的 当时是在5月21号的时候呢 香港民众上街来声援在这个丁安门的学生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成立的 那么他们成立的时候呢 之后每一年的六四都会来举办这个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同时呢他们的宗旨也说他们支持这个民主运动 还有争取民主自由人权跟法制要在中国 这个早日实现 所以我们光是看他的诉求呢 其实就可能会构成北京的一些的这个忧虑 所以说对他们来进行了一些的行动 那我们看看他历任的主席呢 包括首任主席斯图华 接下来是李卓人 以及现在之后还有这个何俊仁呢 也都担任过主席 那曾经何俊仁呢 在我们之前的香港风雨节目当中 多次上我们的节目 他是一名大律师 那我们知道在他们的 这个支联会一开始创办的时候呢 刚才所说的 多支持民主运动之外 其实他对于中国本身 还是抱有一部分感情的 他们是希望中国可以民主化 那么像是在钓鱼台事情上面呢 他们也多次的表示反对日本 而是组织所谓的保钓运动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 其实支联会在这个方面呢 其实对中国来说 并没有那么大的威胁 但是我们看到是香港 现在年轻的一代呢 比较对中国没有那种之相之情 那么也认为说呢 那个香港人没有责任 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 除了他们也不愿意参加 六四的今年活动之外呢 也会坚持香港的本土意识 所以呢看到是在这个 司徒华过世之后 2011年之后呢 这个支联会也开始转向 来支持并且推广香港的本土意识 那么他们当中有很多的 民主派的成员呢 或者这个民主党的成员 也都是支联会的成员 所以呢慢慢也就导致了 北京还有港府 对支联会的成员 所以推动了一些运动呢 他们就感到有了疑虑 所以呢就对他们进行了 这样子的那个逮捕活动 嗯 所以就是香港支联会 其实跟香港的年轻一代相比 他的政治立场相对来说 还是更温和一些哈 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政治团体 也现在面临着这个 重手的打压哈 那么一华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事件 香港支联会的这样的一种近况 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剧了外界 对于香港自治的担忧 我们甚至听到在美国有一些 对于香港是否已经正式的 走进了一国一制 这样的讨论 你在国会山上 是不是也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呢 是我们知道国会两党呢 其实对于这个香港的现况 还有未来的发展 都是相当担忧的 那么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呢 也召开了一整天的这个听证会 那么讨论的主题呢 是这个美中关系的一个 这个未来的风险 那么其中呢 讨论的一个题目 就是聚焦在香港 那我们同时也知道呢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对于国会来说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机构 那么它时常向国会来进行 这个政策的这个建议 因此对于议员推动立法措施方面呢 这个委员会呢 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这个角色 那么这个星期三的这场听证会呢 是这个委员会在今年度的 最后一场听证会 因此是聚焦讨论在 一系列的美中关系的未来风险 那么其中一场谈到的就是香港 那么在星期三的这个听证会上呢 出席作证的包括了这个 美国的知名资深的法律学者戴大为 那么戴大为呢 他同时呢 曾经在香港 这个香港大学 以及香港中文大学 任教长达30年的时间 因此呢这个他也是相当关注 并且积极的参与香港的这个公民事务 那么他在星期三的这个听证会上呢 是向委员会来表示说 他认为呢 这个香港的前景 当然感到相当担忧 对于过去一两年所发生的事情 他震惊之外 他同时也认为说 北京呢在过去一两年 已经成功的向香港输出了一种 极端的政府体制 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这个 戴大为在星期三听证会上 他是怎么说的 但当我看着 在这些年轮廓 我的眼睛 你不能这样做 我看着 我们看着 在Afghanistan 我们在买到的 Taliban 我认为 在某些东西 中国并不是 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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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 世界上 的 美国 与 公共 明白了 香港 香港现在可以说是北京的一个典范 那么这个香港已经成为了一种典范 就是将北京的这种威权体制输出 这个成功的这个结果 那么另外一位出席作证 还包括了这个自由之家的一位 负责中国香港和台湾事务的资深研究员 那么达特这个研究员 他在这个听证会上是特别谈到说 他认为这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香港的公民社会 包括了媒体和网络的空间 都已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压 那么达特呢他是还将这个香港的情况 如果是换作到美国社会来进行比喻的话 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也是引起这个委员会相当 这个震惊的这个反应 那我们来继续听听达特这个女士 她是在听证会上做出了什么样的比喻 是 就像刚刚达特所说的 现在其实在香港呢 在这种整肃的运动之下 其实除了像支联会这样的政治团体 是遭受打压之外呢 可以说香港的新闻界也是一个重灾区 那么要以拜登政府对于香港新闻自由的现状 是表达了怎样的态度 是 讲到这个香港自由的 新闻自由方面呢 我也可以先来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 一个中国的原则 其实拜登总统呢 我们知道他上任之后 在2月10号 跟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有通过了电话 那么之后呢 他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他就表示说 他其实有告诉习近平啊 他说现在香港 中国是想要强制性的终结一中政策 那么拜登说呢 中国如果想要这样做 而且想要成为世界领导人的话呢 你的行为只要是继续的违反人权 你就没有办法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 所以拜登总统也针对这个中国在香港 要来终结一中原则 一中政策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已经发出了警讯 那么说到这个新闻自由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苹果日报呢 是受到了这个打击 而他们的这个黎智英呢 也充满黎智英 也是已经被关押了 那么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其实白宫马上就发出一个声明 6月24号呢 拜登总统的声明当中 特别讲说 遵守新闻专业并不是罪 他说呢 这样子的镇压导致香港 失去了一个 急需的独立新闻的堡垒 那么苹果日报的停刊呢 也导致了这个北京是持续的 镇压独立媒体 并且晋升不同的意见 那我们知道香港呢 过去这个长时间以来 一直受到大家所羡慕 就是它有一个强劲的 这个社会跟文化的活力 以及商业的活力 那不过呢 在白宫的声明当中 就特别指出了 当你这个进了独立媒体之后呢 你就会把这个打压了 有韧性以及繁荣的社会 那这个记者是事实的传播者 让那样的信息 能够自由的传播 那现在是香港呢 已经非常需要的 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 就是在香港新闻自由 受到打压之后呢 逐渐一些美国 或是外国在香港投资的企业呢 也渐渐的感到了担忧 那么甚至呢 在那边的一些商会 也传出了一些警讯 那么所以也是拜登政府 现在也已经注意到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今天打架了 新闻自由 造成社会的言论 跟晋升的压力的话呢 相对的 你的慢慢的 你的商业自由 也会受到了影响 那么对香港的 未来的这个成长 发展跟环境呢 都是一个鼓励的现象 平常 刚刚要一提到了 这个香港的社会活力的问题啊 确实这个社会活力 不仅仅是要靠新闻界 还要靠这种公民社会 所以一华 我们看到香港 目前的这个公民社会 是不是也深受到了 这个国安法的影响 刚刚你提到了 非常重要的一场 这个国会上的听证会啊 那在这方面 有没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 是的 平常延续刚刚在这个 讨论这个听证会上面的内容 事实上在听证会上呢 也有许多的这个作证的人 都特别谈到了 这个香港的国安法呢 已经证实了 是能够打击 这个香港公民社会的一个 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个武器 那么香港现在的公民社会 的确是面临了这种 岌岌可危的一种状况 那么同时也知道 就是您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支联会呢 刚刚我们所谈到的 这个支联会呢 在香港的民主运动当中 扮演了非常特殊的一个角色 那么现在这个组织的 这个领袖 包括主席和副主席 都已经被捕 那么这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这个 常委会呢 也大部分的成员 面临了被逮捕的情况 或者是被迫辞职的情况 所以呢 现在这个组织呢 也可以说是面临了 可能解散的一个危机 那么这个在星期三的 听证会上呢 这个香港民主委员会的 创办人朱慕明呢 他也是长期的这个 相当的关注 并且推动香港的自由运动 那么他在听证会上 是特别谈到了 相当感叹的说到 这个他认为呢 在未来很有可能 再也看不到香港的街头 出现这种和平 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那么我们继续来听听 朱慕明他是怎么说的 we might never witness another June 4th vigil in Hong Kong again in 2019 many of us were captivated by millions of Hong Kongers who marched peacefully week after week the visuals and the tactics spilled over across the regions and inspired other anti-authoritarian and pro-democracy protest movements in the world we might never witness another peaceful protest march in Hong Kong again and this might be the most observable sign of the demise of Hong Kong sivil society is the complete and abrupt end of all peaceful public protests for me and for so many Hong Kongers Sivil society is personal and generational it is actually how we mark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history as Hong Kongers 是 刚刚我们讨论了 美国的行政和立法当局 对于香港事态的关注 但是恐怕更关键的问题 是说未来要怎么办 美国能够怎么办的问题 所以要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讲 面对香港的现状 拜登政府未来会出台 哪些应对的举措 尤其是对那些 在国安法颁布之后 逃离香港 来到美国的这些人士 拜登政府未来会提供哪些帮助 我们知道美国政府 对于这个香港的处理 一向是以支持 他们的民主的发展 尤其是特别要求 这个中国呢 北京方面 一定要来遵守 中英联合商民当中 还有这个基本法当中 给予香港人的自由跟权利 那么不过我们知道呢 包括像是 前总统特朗普 他也亲口说过说呢 其实香港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美国能够做的 也是有限 那我们看到在今年的这个7月16号的时候呢 拜登政府就针对香港 实施国安法之后的情况 发出了香港的商业警示 那么并且对几位的中国官员精神制裁 那么这个香港的商业警示呢 是由美国的国务院商务部 财政部 以及国土安全局共同发出的 虽然没有要求 说美国在企业要缩减香港投资 或是撤离香港 但是已经说了说 如果你在香港 这个经营商业的 会面临的一些法律 金融制裁 以及数据安全的风险 以及对新闻自由的损害 那这个要求美国的企业呢 要小心的评估 在香港经商的一些巨大的风险 那么此外呢 也看到说 美国财政部也在同一天 宣布制裁7名的中联办的副主任 包括陈东 德静 卢欣宁 仇宏 谭点牛 杨建平等人 那我们知道之前美国也已经制裁了 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等人 那么接下来呢 在8月6号的时候 拜登政府又签署了一项备忘录 这个就是一个避风港的备忘录 就是来帮助要逃离香港 或是已经在美国里面 拘留的香港人 让他们能够继续的待18个月的延期撤离 那么他们是表 这个美国官员是表示说呢 希望这个18个月可以 让这个些需要庇护的港人呢 暂时得到一个转息的空间 那么期待在18个月之后 在香港的情况能够好转 再来决定 是不是延长这个避风港 或者是会出台其他的这个保护的政策 平章 那么一华在国会方面 未来会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哪些行动 是 刚11也已经提到了 就是这个如何为香港人民来提供协助呢 可以说是国会目前呢 这个法案当中受到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 那么现在呢 国会里头呢 最和香港人 这个协助香港这个人最大的这种法案呢 可能就是有关于 这个为香港的受到打压 或受到威胁的这些居民呢 提供庇护的一个法案 那么这些法案的内容呢 事实上呢 目前都已经被纳入在了 这个国会参众两院 这个比较大型的 这个与中国有关的法案 包括了这个参议院的创新与竞争法案当中呢 也包含了许多和这个 为香港人来提供这个难民协助的一个 补充的这些条文 那么这个法案呢 这个创新与竞争法案呢 目前已经通过了参议院 是等候这个在众议院方面 是不是能够进行了这个表决 那么在众议院方面呢 这个也有这个EGO Act 那么这个法案呢 就是应法 那么这个大型的这个与中国相关的这个法案呢 也是内容包含了 与这个协助香港人 有相当这个内容 也包含了许多协助香港人的那个内容的条文 因此呢 这个不过这两个法案 目前在国会两院当中呢 还处在一个未来前景 还比较不明的状态 是不是能够在9月国会返回华盛顿之后呢 能够进行推动 我们也是会为观众朋友来进行掌握的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